委員很明顯黃世民已經把總統供出來了 對 根據我們回顧整個歷程 黃世民8月31號第一次向馬英九報告這件事情的時候 馬英九在當晚立即召集了行政院長江英華 還有羅志強來討論這個事情的內容 我要講說 所有人都會關心說 那馬英九因為聽到黃世民 跟他轉述的這些偵察的秘密 然後在當晚又跟當時的行政院長 跟副秘書長羅志強來講這些事情 到底馬英九總統他到底有沒有試射 也是洩密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分兩個層次來講 因為馬英九他現在身份是總統 坦白講他現在除了外患內亂之外 坦白講我們不能馬上對他刑事追溯 但是馬英九他一旦沒有總統的身份的時候 這是不是要進行刑事追溯 我們認為是有這個相當可能性 為什麼 因為這次的高院判決裡面 他特別引用的最高法院第一百年 臺上第六四二二號的判決裡面指出 我簡單的講這個白話來講 就是說他裡面指出一件事情說 公務人員 你雖然不是因為你的職責 你說馬英九雖然不是法務部的人員 你雖然不是因為你的職務 知道這個黃世民跟你講的這個內容 但是一旦你知道了 你就你因為你身為公務人員 根據公務員服務法的規定 所以馬英九雖然不是檢調人員 他是總統 然後他也不是因為職務立直接的職務的 指揮關係知道這個秘密 但是一旦他知道了 根據公務員服務法的規定 根據我們最高法院一百年臺上第六四二二號的規定 判決馬英九這個時候你就要保守這個秘密 你所以馬英九違反了相關這樣的規定 在當天晚上召集了江儀化 召集了羅志強 再把他所聽到的這個應該保守的秘密 他不保守 然後再轉述給他們聽 我個人認為 這個如果根據最高法院講的這個判決來看 他是有泄密的可能性的 只不過因為他現在是這個身份 所以不能去進行他的追溯 所以我認為一旦馬英九卸任 520卸任以後 再過了20分鐘 就可以對我說520再過20 交接完就20分鐘 給他長一點 這樣就一個鐘頭 對沒關係 就限制他出境 直接就把他禁管 然後起訴 直接起訴 但我們還不能當天起訴 還經過偵查 我認為這 我個人一直認為 這個不是一個 不能讓他只因為兩年三年時間過去 我們就忘記這件事 因為這個是典型的濫用國家權力 最佳的一個 郭文大哥你怎麼說 其實黃世民案子 在政治層面上 比司法法律層面上意義更大一點 因為如果你把黃世民拿來比照 陳水扁任內的葉勝茂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葉勝茂也洩密罪被判兩年 還抓去關 抓去關了以後 陳水扁的骨牌全部都倒下去 那現在黃世民在政治上 是馬英九倒下去的第一張骨牌 因為他這個破口一出來 你看走得掉 羅志強 一點點全部都倒了 為什麼 我只舉給我一個例子 高雄的地檢署前檢察長林博志 他跟我講 他寫了一篇文章也公開講出來了 因為黃世民涉嫌這個案子 離開檢察總長位置以後 全國各縣市的檢察官 心中的那個警總就沒有了 是 敢放手去辦了 對 所以我們敢看到 不管是頂星案也好 什麼案也好 每個檢察官都出頭了 對 尤其是有關政治方面的案件 現在大家都敢放手去辦 儘管大家立場不一樣 各自解讀不一樣 至少不會說老是覺得後面好像有一隻什麼怪怪的手在那裡指揮 什麼檢察一體 對 包括彰化的時候你看看 怎麼有那麼臭小 檢察總長那時候經過那裡 路過彰化 路過 其實我們就經常很多懷疑單哥沒辦法 可是現在這個現象好像越來越少了 當然了 馬英九卸任又當然是要追溯他的 因為這個案子曾經傳他當過證人 證人馬上會轉為被告 所以只是說現在還沒有把他轉為被告之前 我們大家比較關心說 為什麼黃世民會判這麼輕 然後最重要他有一點是沒有此奪功賢 沒有此奪功賢就是他退休金可以領了 如果此奪功賢他退休金就沒辦法領了 第二個 監察也不彈劾 彈劾過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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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也沒有懲戒 他們也沒有送公務員懲戒 所以他就可以退休金領了 我們人民比較在乎的是 這個錢的利益怎麼會這樣子 那今天的自由時報最先是講說他沒有一次領完退休金 他是先領一次一半 然後另外一半是用越退 我他算盤打得真好 他應該還有18% 國中大哥 他的退休金不可怕 他多的是法官的退養金 退養金一個月就十幾萬了 所以人民的不服氣在這裡 然後最奇怪的是 這個何怡婷在判決二審定彥的這個法官審判長問他 說以後發生這種事情你會不會再去報告 會 很奇怪 他那已經不是檢察總長 他也沒有機會 可是法官要知道一個自由心證 你會不會再犯這種錯 結果他回答是 我沒有做錯 他不敢講會不會 那表示他沒有承認錯 他沒有悔改 沒有悔悟 你既然都判 所有案子都判 半年六個月以下都可以 好 講到這句話我們要再提一下 等我來看一下 我們這檢察官 我們法官其實很凶狠 他說不留其面痛批黃市民 身為檢察機關推到的首長 卻破壞司法威信 行為可以啊 講到好兇猛啊 可是我跟你講 行為可以 我覺得他們判決蠻可意的 判決可以嘛 我們還連在今天前面講 那六個重刑 他們其中一段數據是說 法官真偉大 對不對 我認為說 你看從前面的劉振職 兩年三個月還一審 搞到最後不曉得 會不會做 就算進去做 他可以假釋 一年半就出來 他關在裡面各種各樣的特權 然後他又不會有適用到三證條款 那你再看黃市民 司法犯法 我想那幾個重刑犯 講得很重要一點說 我們這些草民被這樣對待 你們這些都是司法犯法 而且你們都是有權有勢 你們犯的罪又比我們大 你看他一弄七億 這樣子那樣的東西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子都需要這麼巧 都剛剛好 六個月 五個月 六個月 這種判決你當然引起人家不滿 我不是說他們就對 我們的焦點 但他指出 我們的焦點 他們指出不公平的事實 檢查總長 法官講得這麼凶 最後判刑這麼少 委員 其實大家對於這個判決 其實是蠻失望的 因為我們都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法律的一個執行者 因為檢查總長 他是等於是鎖住 我們法律這一塊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監督者 那你自己自己本身是法律人 是應該是執行國家法律的人 你去犯法 所以剛剛提到 就所謂執法犯法 那尤其是又涉入到整個的 一個政治的風暴 今天要鬥爭那個王院長 對 後來造成國民黨挫敗 引起這麼大的一個風暴的話 那社會上當然是希望就是說 像這樣的人應該要接受 很嚴厲的懲罰 包括我 其實我都支持說 那個假如說是一個行政官員 甚至是總統 假如總統換法的話 應該要判得比一般的民眾 還要重一點 這樣的話才有警惕作用 那當然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判決裡面 因為房市民所判的 犯了這三條罪 什麼通訊保障法 監察法 個資法 其中屬於違罪 在法律上來講 他都是比較輕微的 那可是違罪的話 那法官他也有那個材量權在 他可以判三年 他可以判一年半 像葉森茂就判得很重 對 兩年 葉森茂也是 始終公權 他也是洩密 所以葉森茂就判 他現在監獄裡面出來出來又關 他關了兩次 他也關了兩次 也給他判得很重 他還是乖乖地去服刑 那為什麼是說 你當時造成這麼大的政治風暴 造成議論這麼大的一個黃藍 那為什麼會判這麼輕 尤其是既然你的法官 你在判耶穌裡面把他罵了這麼兇狠 那為什麼判這麼輕 那你要交代一下 那會給人家感覺到說 是不是就所謂的關關相附 那是不是說應該在考慮說 像我現在 我現在就在研究說 我要修個法 就是說假如是有這些官員犯罪 那也因為大部分都退休了以後 才被發現 那發現以後你退休金領走了 或是說你是不是領葉退縫 不要說說什麼有赤索工錢 沒有赤索工錢 你只要違法的話 而且違法說跟你職務有關的 這些法律的話 那退休金你就不應該領了 包括黃世民 這樣這樣的一個案件 你看他繳了四十五萬以後 他前退了 以後每個月我們還供養他 那你看有我們 我們自己納稅 義務人繳的錢 來供養這樣的人的話 那當然民眾心裡面 那個火 那個氣就沒辦法消 可是法律就是這樣子 你今天就說 你給法官 這麼樣的一個裁量權 那我們對法官 也沒有那麼什麼約束 也沒有那麼制裁 所以才會大家在講說 所謂有沒有那個什麼恐龍法官 或是說觀光相互的情形 可是委員司法沒有辦法 可是行政救濟還有一條路 我覺得我們要逼法務部長羅英雪 把黃世民送工程會 送工程會 現在只有法務部有權力 把他送工程會 我們送工程會 我們進一段廣告 黃世民洩密給馬英九 馬英九洩密給江儀化 最後馬英九送江儀化 一個一等巡裝 我們進一段廣告 我們進一段廣告 瑞德大哥 這可以說是個犯罪結構嗎 這個 套一句馬英九在這個 等於說這起案件裡面 曾經說過了一句名言 那麼昨天的這場判決 這個黃世民檢察總長這個判決 如果這個不是台灣司法史上 最大的醜聞 那什麼是醜聞 是 那麼除此之外 剛剛大家在討論 因為這個其實 法官在庭上 曾經在最後一次的庭訊的時候 有問過黃世民說 如果可以重來 那麼你會選擇怎麼做 你還會這樣做嗎 那黃世民是低頭想了一下說 他沒有錯嘛 那麼我想 因為我不是黃世民 不過我想 大部分正常的人 這時候心裡面 應該會想的是說 如果有機會重來的話 我在技術上 應該可以更顯熟 更精細一點 我懂 我會那麼塑造 讓你們抓到這樣 讓我們抓到以後 我被判刑了 那麼除此之外 其實在這件事情上面 還有前幾天的一個 不起訴的案件裡面 讓我對國家憂心忡忡 我覺得中華民國很危險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前幾天不是 陸委會的主委 這個王一騎要鬥張賢教 結果鬥到張賢教 不起訴自己去職嘛 對 然後現在呢 馬英九要拿這個 黃世民報告的東西 去鬥王近平 鬥鬥鬥鬥半天 對不對 自己灰頭土臉 然後呢 那個黃世民自己本身 又被判一年三個月 對 所以你想想看 鬥自己人 都鬥成這個樣子 管兜行 管兜拐買 結果沒去台北人 先把自己的腳踏跌 國家大事 竟然有 有這樣的人 在阻擋我國的國家大事 那對中華民國 對我們來講 那是好危險 那一把冷汗 那連對自己人 都這個樣子 我們怎麼跟對岸